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有關於這個胡塞組織 也是跟這個西方國家槓上 所以發生什麼事呢 來 我們來看電視場 所以就導致鴻海現在呢 幾乎是走不了 最近又有很多消息 美國的船要被 美國的船艦被攻擊 那當然有攔截下來這個飛彈 然後英國船艦呢 就遭殃了 這個我們請教亮哥 那現在說鴻海危機 最衰的是印度 印度呢 這個出口很多東西 損失300億美元 那現在是這個大陸的網媒分析 印度有沒有可能做出這個選擇呢 因為現在 鴻海不能走怎麼辦呢 東西怎麼運到 運出去呢 繞好望角嗎 繞好望角的話 其實時間 成本消耗更大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條路 以前都是走這裡 就是跟俄羅斯二印的 東海走廊 穿越日本海東海南海 繞過馬六甲海峽 然後就可以到 印度洋孟加拉灣了 但是呢 會經過中國家門口 那經過中國家門口 會怎麼樣嗎 沒有 你到孟加拉灣 還是沒有到歐洲 對啊 對啊 所以 繞了一圈 我覺得300億美元一定是誇張 不可能 這樣我跟你講 這個是什麼 這是油 印度跟俄羅斯買油 他現在就是從西伯利亞 他從那邊運價買油 他是要繞大圈嘛 繞大圈損失什麼 又不是說全部都不能賣 對 他是比較久才會到 又不是說不能運 所以不可能損失那麼多 他說集裝箱很貴 以前1700美元 現在4100元 全部都漲 可是還沒有到疫情前的漲 疫情 事實上金融時報有調查 他還沒有到疫情期間的漲 因為疫情期間是大家都不敢運 對 現在大概是漲了沒有錯啦 可是就是漲 海上保險漲最多 漲10倍 那運費大概是漲了2到3倍 可是還是可以運啊 你就繞豪旺角嘛 對啊 但他現在討論就是想說 繞豪旺角好像比較遠比較貴 如果是走這一條 二印貿易的話可以節省 這一條到不了歐洲啊 對 你這樣怎麼到歐洲 就繞 一樣繞到這邊而已 後面後半隊都沒繞過去 接下來你還是要往歐洲啊 那你到歐洲只有兩條路啊 蘇伊士運河跟非洲啊 對 關於你怎麼上去 這個 我覺得 全世界都受損啦 包括中國啦 你不要忘了 歐洲是中國第二大訂單 第一大是東南亞嘛 第二大就是歐洲啊 對不對 所以 而且這個已經造成了 不是只有運費成本的上升啊 還有供應鏈的不確定 因為有些人就不做這個生意啊 對 比如說 尤其是你如果是做代工生產的 結果 你本來是聖誕節的訂單 結果運到的時候 聖誕節已經結束了 那怎麼做啊 對 所以 現在是 大家在擔心啊 就是 但是 會不會有通膨的效應 會不會供應鏈的不穩定 而且這個不穩定 不是只有 這裡不穩定 那個巴拿馬運河 現在也在淤積啊 因為乾旱嘛 對 所以現在是有好幾個地方 使得那個傳奇之間的估算 越來越不準啊 所以我覺得美國啊 我覺得一方面是拜登的民調在跌啦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國知道 這個不處理不行啊 所以才會來拜託中國 哦 是這樣喔 那可是問題是中國也不一定能處理 對 因為伊朗也不一定能夠處理胡賽武裝 我講白了啦 因為這個東西是連動的 胡賽武裝現在是 被阿拉伯地區的人都說是 阿拉伯人的英雄耶 對啊 馬上翻轉了 所以請問 美國定義是恐怖組織嘛 對啊 所以請問他如何停止 他現在正爽耶 他從英雄變成 他從恐怖分子變成英雄 是啊 那現在各種資源一直進來啊 他等於其實胡賽很打美國的臉耶 美國不是兩個禮拜前成立了 套招了很多國家成立了一個 美國已經打過八次了 可是你去看夜門的地形 你就知道你為什麼會打不到 那個怎麼打 他幾乎都是山谷 對啊 他的首都也在山谷上面啊 所以很容易躲 我認為這個就是 你如果派地面部隊進去 就是第二個阿富汗 他根本都是部落制的 對 他實際上是阿拉伯半島最窮的地方 所以這些遊擊隊 本來大家把它叫做蓋幫 因為他最窮 可是你去想一想 他這麼窮 可以跟沙烏地阿拉伯支持的政府 打了八年 對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地方真的很容易躲 他有他的本事 就跟那個塔利班一樣嘛 對 塔利班美國在那邊十年耶 還是沒有辦法消滅 沒有辦法 後來被反攻又又掛了不是嗎 所以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就是 他確實造成一個問題 可是他的問題的根源是 加薩戰爭沒有結束 那只要加薩戰爭沒結束 這裡就變成出氣口 對 事實上他這樣看啊 表面上是已經違反了國際 一些海洋的規定啦 你知道海盜行為啦 恐怖主義的行為啦 可是阿拉伯國家都 我私下很讚 又沒有人要動他 不只沒有人要動他 還運 再多運一點武器給你 經濟給他 軍事資源也給他 因為他幫大家出氣嘛 對 所以其實喔 現在大家也可以看得出來 整個國際局勢在變啦 美國喔 前幾年這麼停烏克蘭喔 停到現在呢 沒利益沒錢 看來沒忘了 收復師徒沒忘了 我告訴你 美國也轉完了啦 美國之前不是說對烏克蘭怎麼樣 堅若磐石 你還記得嗎 這是美國拜登講的話喔 好 堅到哪裡去呢 我們一起來看 李陽軍你看喔 你知道烏克蘭喔 他們國家在打仗喔 但是呢 貪污的一樣在貪啦 這是烏克蘭國家安全局 做出的證實喔 他們查到了他們的國防部官員喔 武器供應商 這個利維夫兵工廠管理階層 在採購炮彈的時候 盜用將近 這筆錢不是小錢喔 是4千萬美元 然後呢 國防部跟這些武器的供應商 有五個人被發出 嫌疑通知書 那接下來呢 我告訴你啦 美國也沒錢了啦 美國現在還在討論 變更挺烏克蘭的方式 參與內部決策的美國高級官員說 美國的新方略就是呢 收復師徒不可能啦 你守住目前的戰線 好不好 目標讓他們2024年底之前變得更強大 能夠撐得比較久 這完全落實證實了所有軍事專家的猜測 就是我就是要你撐下去打更久 我不管你贏不贏 甚至我也不要你贏 我看你也不會贏 但是我覺得你為什麼要撐下去 因為我還想消耗俄羅斯啊 我還沒達到我目的啊 據說澤倫斯基的目標說 烏克蘭現在還發出邀請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參與和平峰會 但這個消息我看大陸是沒有官權的 李陽君 我先講一下 如果說我們從這個戰術界線來看的話 現在烏克蘭從原來公私作戰去年來講 他下季反攻嘛 沒有反攻勝利 當然他現在勢必就採取守勢 這是在戰略上面 軍事上面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做法 然後早點明白說我真的是打不動了 我就改成守勢 守勢作戰跟公私作戰的那種理念 所用的裝備跟戰法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第二個我特別要講說 比如說公私作戰來講的話 美國那時候去年為了你公私作戰 對不對叫你反攻 所以我們看到 包括德國提供他們爆二戰車 這是公私作戰的武器 都已經不知道剩幾台了 對 美國也號稱要給他們M1戰車 那時候美國給他什麼武器 還有海馬斯火箭炮 對不對他原來可以打200公里 雖然說射程給他減短 那只給他打這個80公里 但事實上也對俄羅斯 這樣這些武器進去後 對俄羅斯造成一些很大的這種 如果他繼續要攻擊烏克蘭 就會產生很大一個威脅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武器來講的話 從軍事上來看 俄羅斯確實 那時候也很聰明 對 也做了很正確的選擇 立刻從公私作戰 他先採取守勢作戰 所以他守勢作戰 用的是什麼武器 地雷 對不對 對 那時候我們看到龍牙 像這種公式就是防禦性守勢作戰 我用的東西 那這次來講的話 我覺得很明顯 就美國變更挺污方式來講的話 那大概F-16不會支援給他了 F-16不會送過去了 但是會給他什麼呢 火山布雷車 這確實是守勢的武器 那時候俄羅斯也用布雷的手段 來支持俄羅斯的公私 所以說可能來講 他們這種武器方面 攻擊美國來講的話 可能F-16就不會再給了 然後戰車也不會再提供 可能會提供的 就是類似這種布雷車 或者是說這個短程的炮彈 這些東西 可能會繼續提供給烏克蘭 那希望他繼續撐久一點 再多消耗一些俄羅斯的戰力 對 所以澤倫斯基這一局 崩盤 我覺得這個下的標是對的 澤倫崩盤了 因為美國的肩若磐石 只能挺到這裡了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這場運作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解控